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过几个好年 这是投资 投资永远高于储蓄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缺口就是贸易逆差 这个缺口大的时候 这个贸易逆差相对应就很大 为什么美国人敢赤字呢 美国人有美元 他可以印美元 这就是美国人肆无忌惮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美国人只要坚持消费至上 他不断地消费不存钱 美国人经过20年照样赤字 不跟中国赤字 他跟别的国家赤字 是不是 现在在特朗普政府下财政赤字 美国人明年会有一万亿美元的赤字 因为减税 他反正今年先过好日子 明年的事情再说 这两个叠加 这个贸易赤字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曲线再往下走 一定往下走 所以美国的贸易赤字 2018年只会恶化 不会改善 2019年只会恶化 不会改善 2020年只会恶化 不会改善 你跟中国再打贸易赤字 没用 你得把美国人的消费行为改掉 你得把美国的宏观政策改掉 这才是根本 所以解决贸易赤字 根本的钥匙在美国的国内政策 提高劳动生产力 增加出口的竞争能力和改变美国人的消费习惯 增加储蓄 贸易赤字不能解决居民的消费行为 也不能解决劳动生产力 那么中国也需要调整 中国老是盈余也需要调整 但中国的盈余已经好了很多了 危机以后 中国的贸易盈余占GDP的比重高达9.6% 这个是太大了 现在已经降到了2%左右 处于世界一般水平 所以中国已经调整了 但中国继续调整 这个继续调整的几个关键的因素 第一个就是我们讲三大产业 整个的第三产业比重上升超过50% 现在已经50一52了 工业产值局下降 农业产值下降 工业产值部门开始持平下降 居民的收入开始上升 居民的消费开始上升 那么这个很重要 中国会逐渐变成一个世界的进口大货 顺便说一下 中国今天的国内的消费市场 已经和美国的国内消费市场等齐了 所以中国通过今年的进口贸易会 进一步扩大进口 世界上最有权力和影响的力量不是出口 是进口 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的时候 没人跟你打仗 今年就是个关键点 所以中国继续调结构 调得很快 我觉得这个中国的消费市场成为世界上最大 这个远远超过中国GDP 成为世界第一大GDP 这个对全世界的经济意义元素 好 我的报告就要这里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